歡迎收看宜事團 歡迎光臉哥哥 美女好愛宜事團 歡迎大家 我們歡迎兩位特別來賓 來 郭 請問你 我平均一代 基本上其實就一天洗一次 有時候兩天 不會超過兩天 我也是 因為露營 有時候會噴膠什麼 回去不洗 那總覺得好像很傷 很傷頭髮 頭皮 但是人家說常洗頭不好 對 是不是有什麼意思說 對 可是你女生如果兩三天不洗 另一半又會覺得嫌棄 她會說 我們生活中會有很多行為 其實太超過是會出問題的 過猶不及都不好 對不對 我們就要討論這些 第一個 有什麼問題 來 天天刷牙好習慣 但牙刷多久沒換等於吃細菌 乃哥 你是不用電動牙刷 我沒辦法用那個 我覺得 那你多久換 我們大概 大概一兩個月吧 我老婆很注重這個 真的 對 所以常常她會幫我換 你還沒發現就是新的 對 我老婆別的不愛乾淨 這個特別愛乾淨 怪了 口腔清簡重要 我是大概兩個月 兩個月 差不多 因為我刷牙的習慣 因為我沒有電動牙刷 我刷牙的習慣是很用力的那一種 那牙癮都會傷到 所以刷到差不多 就是她已經炸開來那種感覺 然後我老婆也是一樣 炸開來就要換了 對 我老婆就會把它換掉 但是因為我老婆其實很注重 我口腔的氣味 對 然後有一段時間呢 她就覺得 你最近嘴巴有怪怪的味道 有異味 你要不要去檢查一下 然後剛好那段時間要去洗牙 我就去給牙醫師看 洗完牙 我就問她說 我最近口腔有些味道 然後她就說 那我幫你稍微檢查一下 真的有味道 是我後面有一顆以前的牙套 以前那種銀色的牙套套住的 然後她就在那邊 醫生就這樣 斷了 我說什麼斷了 你知道嗎 她就幫我把那個牙套翻開來 結果她發現 裡面的牙齒 已經爛掉了 在裡面爛掉了 那種感覺很像 你不痛嗎 沒有痛絕 因為那顆已經曾經透過了 然後她跟我講說 那個她把它挖出來給我看 你知道那像什麼嗎 好像泡了水的吐司 就是這樣軟軟爛爛的 奇怪 後來就趕快把它處理掉 然後再重新做牙套 她我以為牙套套住裡面 就進不太去了 沒有 可是因為像阿波哥哥講的 是她小時候做的 很年輕的時候 很小的時候做的牙套 對 那因為我們的牙齦 會隨著時間 往下萎縮 對 那有可能你牙套 會跟你的牙齒的那個牙肉 會有縫隙 所以細菌會跑進去 但是因為早期 你可能抽過神經 這個牙齒已經沒有痛絕了 所以裡面整個爛在裡面 就是像阿波哥形容很好 整個泡爛 但是你完全沒有知覺 那個就會有異味 是喔 第一個時間的反應是異味 但是如果裡面的牙齒整個柱段 有可能你 會開始產生疼痛 對 那通常大部分的病患 發現的時候都很晚 所以其實 定期給醫師檢查很重要 是 那趙醫師剛剛這一題 答案有標準答案嗎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很有Sense 我覺得 三個月 我們一般醫師會建議三個月 為什麼我們會建議三個月 因為其實我們口腔裡面 細菌非常非常的多 那當我們的牙刷 超過三個月不換 有時候你會發現那個刷毛 是有點開掉的 對 那你的使用清潔的效率 會大大的下降 這時候你完全就等於 把你的細菌 整個吃進去的感覺 因為牙周病 它就是牙菌般 造成一種持續慢性的感染 那會讓我們牙齦這邊下降 產生一個所謂叫做 牙周囊帶的部分 那我們的牙刷如果 超過三個月不換 上面全部都是細菌 牙菌般 你在刷牙的時候 你反覆地把細菌 帶入這個傷口 那這個傷口形成之後 它基本上這個細菌進去 會回流到身體的全身 是 所以牙周病 我們在一些醫學研究上面 都指出 它跟心臟病 糖尿病 都有相關力 對 像我前陣子就有遇到一個病患 大概50多歲的一個男性 然後他就是牙周病 而且他口臭非常嚴重 幫他檢查 他全口都嚴重的牙周病 然後牙周病的病患 我們除了做牙周病的檢查 治療之外 我們會從刷牙開始教 因為最基本的衛教很重要 假設你治療完 你刷牙不乾淨 你照樣牙周病 是有可能會復發的 所以我們就建議他 就是要用正確的清潔 就刷完之後 我們每個月都安排他回診 後來發現還是很爛 所以我就說 那你下次回診 麻煩你把你用的牙刷帶過來 結果他帶來的時候 用牙刷整個是開花的 然後後來我就說 你看你這個刷牙 你現在去洗手間刷一遍 刷完之後 我用牙菌斑檢測的顯示劑 檢測完 全口幾乎都還是牙菌斑 是喔 對 所以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他那個牙刷 用太久了 他的刷牙已經沒有辦法 達到正確的一個效率 你在那邊刷根本沒有乾淨 那你的牙周病 持續一種慢性的感染 你根本不會好 對 所以 我們三個月左右 要更換牙刷 然後定期給醫師檢查很重要 因為你才能確定 你牙周病的狀況有沒有恢復 然後甚至像一些一些 早期做的牙套 到底有沒有密合 其實要給醫師看才知道 但是他洗牙也很重要 對不對 有的時候可能他睡眠不好 我跟你講 要我們主持節目 你知道嗎 然後他自己不自覺 那往往又會靠過來 靠過來我們就 又不好意思那個 我們就慢慢又移開 我真的 我覺得口臭是一個 真的會造成別人一個 很不好的一種那種感覺 而且你也不好意思說 也不好意思講 你講他又怕傷了他 對不對 真的 其實我以前沒有那種概念說 其實他會整個 口腔的黏膜防禦系統 會造成那麼大的一個影響 我自己是一個 四十多歲的一個男性 那他來的時候 就是嘴巴有好幾個破洞 那因為他有煙酒的習慣 所以就會很害怕是 是不是口腔癌 那當然那看起來真的有點怪 我們就做切片 切片也是良性沒有特別 那時候我就會想說 有煙酒習慣的人 一定是維生素B缺乏 我們就給他抽血看看 是不是 我本來還滿懷期待的是 我抽的結果 結果一看 他其實因為自己有煙酒習慣 你有在補充綜合維他命 所以也沒有滴下 那就想說很奇怪 那我就說那要不然 我就開那個口內膏給你擦好了 然後我們可能就是 開始我們的所謂的幹化醫療 就是說你可能火氣太大 太累這些 對 有這個名詞 對 他開那個塗那個口內膏 然後奇怪 隔了一兩個禮拜 還是都沒有好 他那個破洞還有的地方 又不見了 有的地方又跑出來 還好他那個 在下一次要回診之前 我在路上很好遇到 像趙醫師這種專家 我就問他說 我最近遇到一個病人 他也不是口腔癌 然後也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可是他的嘴破為什麼一直都不會好 你們牙科有沒有遇到這個問題 他說 那就 牙刷應該是都沒換 後來我就直接問那個病人 下一次回診的時候 我說 你是不是牙刷很久都沒換 他就說 的確他很少在換牙刷 因為 有人有一個想法就是說 牙刷刷久那個毛比較軟 比較不會不舒服 換新的時候 他剛好有嘴破 他刷得更不舒服 所以他就很久沒換 那我就說 我經過跟專家請教之後 你應該是 牙刷換掉就會好很多 果不其然真的換了之後 隔一個禮拜回來 他那個嘴破的傷口 就剩下兩個而已 是喔 對 所以其實就像剛才趙醫師講的 你那個就成就使用的牙刷 上面會有很多細菌黴菌 那你本來就有傷口 你只是一直在那邊 再給他重複的去受傷 而且是用髒的東西 去讓他受傷 那所以當你換掉的時候 菌落素變少 你自己才有辦法去修復這樣 對啊 這種當然不用念舊吧 對啊 牙刷也不是很貴的東西 是不是 那就是個消耗品嘛 爆炸壞 我們家就是要等到它爆炸 炸開了才會壞 我以為你是爆炸性的壞 它是刷到爆炸才壞 爆炸才壞 我想說它兩天就壞一個爆炸性的壞 沒有...就要炸開來 我要...必須要講 這個...就是我們家的 天啊 你刷馬桶的吧 那種黃色是原本就黃 那原本就黃... 嚇我一跳 那我來講一下 其實我老公他就是個老煙牆 導致於它的牙齒 牙齒上面都會是那種黑黑的 所以它刷牙的力道是非常非常大的 它就認為刷牙就可以把它那些 就是... 刷掉 也有全部刷掉 所以以前我都是給它用那個 鋁管帶回來的 一個禮拜那個就炸開 就要換 一個禮拜就... 因為鋁管那個本來就是用一次的 一次性的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刷牙的時候 我就幫它買好一點的 就是可能刷到兩個多月 它就會炸開 我就幫它換 然後你知道有一次呢 我真的不知道牙刷是要定期換的 是有一次我朋友來我們家 他就是在我家洗手台洗手 看我們的牙刷 他就嚇到 他想說看到我們的牙刷 一直...就是大家的牙刷 怎麼都黑黑的 我真的從來沒有看過 原來牙刷底部會是黑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跟我老公都是 是高度近視七百 真的啦 我發誓 我發誓 怎麼是一段悲傷的故事 我根本從來沒有仔細地看過 原來那個刷毛下面會是黑黑的 然後他就嚇 他就跟我們說 你知道那個都是戲劇 你們就是固定要換掉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以為是要炸掉才換掉 所以那些黑黑的 我以前都忽視他 那後來發現這件事情之後 我真的就固定換 可是你知道 我也跟我老公一樣 刷牙是那種很大力的 很用力的 然後刷到會牙齦出血 原因是因為 我有一次去牙醫 就是去看牙醫 然後牙醫也像剛才趙醫師說的 他就幫我做那個顯影劑 然後我才笑到說 我那麼努力在刷 我每天都刷得很乾淨很淡 為什麼我那個紅紅的 這整片 我才知道用力刷跟 牙醫受傷 是牙菌般的多少 不是成正比的 所以後來我就開始 就刷牙的同時 不再這麼用力刷 然後以及我會買沖牙劑 我覺得這樣子好像比較有效 對 其實我們會建議 刷牙刷要多工具 多角度的清潔 所謂多工具就是說 你不要想要單靠一隻牙刷 很暴力的去刷乾淨 那是不可能的 因為牙齒的表面是圓弧性 而且它甚至會有很多死角 所以我們會建議就是 一定要牙線 然後像您剛剛說的 沖牙劑也很不錯 然後偶爾可以搭配一下 漱口水來使用 就像有些男生抽菸 他們都誤以為自己很用力的時候 那個鹽勾會掉 對 其實你根本就是在 磨耗你的法郎值 對 那個其實像我們診所做 譬如說洗牙 拋光 做一些噴沙美白 其實就可以掉了 像剛剛邦宇講到刷牙刷很認真 然後到流血真的是要小心 因為就是我們牙齦裡面本來就有些細菌 然後牙刷上面有細菌 那如果流血的話 這些細菌就會順著這個傷口 跑到身體裡面去 那就會形成暫時性的菌血症 那我自己門診是有一個糖尿病的患者 他有一次來看我門診的時候 他以為他只是小感冒 就說他有一些像發燒 然後有咳嗽 然後頭痛 肌肉痠痛 那時候他都快篩過 他是陰性的 所以他覺得只是感冒 但是我在聽診的時候就聽到 他好像有心雜音 然後在看他的手上的時候 有一種很特別的表現 他手指頭上面有那種細細的黑線 然後手上有些紅紅的小出血點 然後壓得還會痛 所以我就懷疑說 這會不會是一種比較嚴重的疾病 叫做感染性性內膜炎 那像這種疾病來講的話 就是這個病人 他有幾個比較容易得到 感染性性內膜炎的情況 像是他本身是糖尿病的患者 那像比方說他本來就有牙周病 然後還有他刷牙的時候 也是一樣很認真就是刷得很用力 但是他就是牙刷刷到爆開了以後 他可能放了半年一年 他也不會想換 然後最後是他老婆看到 他受不了才幫他換掉 所以就是拖很久才換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是這個病友 就是我們去做檢查 幫他做心臟擦一擦 要抽血什麼 真的是感染性性內膜炎 還好說他住院打抗生素 打個幾個禮拜以後 就有康復出院 所以出院以後 我們就跟他講說 他的牙刷最好選那種 比較柔軟的刷毛 然後大概爆掉我就要換掉 或是說三個月換一次這樣 好 我們第二個討論是什麼 午休補棉精神好 但超過幾分鐘 容易罹患高血壓 還不能睡太久 睡多久了 覺得幾分鐘以上就有危險 對 其實半小時起來 精神就很好了 我不要 我跟你講 十五分鐘就很夠了 真的喔 真的 充電那麼快 快充... 你要不要看看 我這個插頭... 插座 快充... 阿布覺得兩小時 睡兩個小時 兩小時以內OK吧 你會不會太累 你會不會太輕鬆了 日子過得太舒服 你中五歲可以睡兩個小時 不是啦 就是我是有小孩之後 我會陪小孩睡無覺 然後我就跟著睡 有異性規定 你要陪他睡到醒嗎 會不會他叫你爸爸 醒來了 我都沒有感覺 對 可是我這樣有一個問題耶 就是說睡... 有時候這樣下午睡覺醒來的時候 反而覺得特別累 真的那種感覺就是那種疲倦 很疲倦 就我也不懂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我好像本身有一些 高血壓的問題 你啊 我之前有一次拍戲的時候 就是拍那個鄉土 去南部拍戲 鄉土劇 然後呢 拍戲到大概晚上八九點的時候 那場戲剛好是女主角我老婆 她在幫我量血壓 她就說她那個台詞是這樣 你現在血都很穩定的 這樣很好 身體有在顧 結果她幫我一測出來 什麼兩百六 測出來一百五十幾 所以我後來就是發現就是說 只要到工作時間長 然後到晚上的時候 血壓就會變得比較高 累的時候也會 導演本來還要拍我的那個 血壓劑的特寫 一百萬不要好了 換一個人來 一般正常的一個血藥 我們比較喜歡的是在 大概就是這樣的 一個很粗略的法則 美國心臟學會比較建議是這樣 所以一百五算高 不過這樣子 你完全情緒平和 休息半個小時量還是一百五 那確定就是高血壓 所以 不要再睡兩個小時了 那是正確答案 我們來看看正確答案是多少 對 其實午休正確的答案 應該是一個小時以內 不是一小時以上 那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有一個大型研究顯示 就是說當你長期午休 你都要睡超過一小時以上的人 跟沒有超過一小時的比較 他的心血管疾病的發生率 你睡大於一小時的人 你心血管發生的比率高了 百分之三十四 然後甚至死亡的風險值 會高百分之三十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其實他要推救到一個原因 就是說一般我們人 真正開始做夢的時間 大概就是在一小時之後 所以你睡超過一小時 為什麼阿布 你睡超過一小時 一個半小時 你會起來很累 因為你是做夢 夢到一半被叫起來 就是說在你非常非常 深層睡眠的時候 突然被中斷 那這時候你其實很多 包括你的內分泌 他身體的一些調節 會變得很奇怪 那我自己一個 是一個三十多歲的一個男性 那他最主要 當初為什麼一開始 會來我這邊看 就是說他同事 曾經好幾次午休 把他叫都叫不醒 可是來涼 就跟阿布尼一樣 血壓是高的 更重要的是 其實他的糖化血色素 是八點多 他就會睡到很滿 比如說十一點多 就睡到大概兩點 然後人家叫又叫不太醒 那他就覺得他生病了這樣 可是這樣會造成什麼樣的狀況 就是說他中午他覺得 他的確常常覺得很累 可是當他中午睡很多的時候 他晚上又睡不太早 所以這樣子的週期下去 週而復始之後 就造成他有血壓高的狀況 他血壓量出來 大概一百五一百六這樣 那後來我們對於這個病人 我們先給予的處方 就是先給予糖尿病的一個藥物 然後請他睡眠的時間 要低於一個小時 最好其實半個小時就夠了 其實也有另外一個研究就是說 其實在你睡著七分鐘之後 你就會可以得到一定的休息 所以當然所以像乃哥是快充 就是這樣十五分鐘 十分鐘十五分鐘就夠 其實你只要超過七分鐘 你身體會得到一個適當的休息 但是你那個適當的休息 不要讓他再掉進一個很深層的睡眠 這樣你內分泌會亂掉 所以後來請他睡大概半個小時左右的時候 他後來反而他的血壓要是完全可以停掉 你一定要不用吃 只要吃糖尿病的一個藥物就可以 對 像我老婆有時候會睡覺 有時候一睡睡兩個三個小時 我就跟他講 你這樣睡 所以他每一天都比我晚睡 睡不了 他每一天都比我晚睡 他像我睡了大概他要比我晚睡 半個小時一個小時 因為他下午都補眠了 所以他哪有那麼累 像我們工作一天很累了 所以晚上九點多十點 其實眼睛就很好睡 開始打哈欠了 眼睛睜不開了 那十點多就很好睡了 所以我覺得沒有到累 根本也不要去睡什麼午覺 對 我也是 兩小時 我想說應該就是兩個小時吧 但因為我其實沒有睡午覺的習慣 而且我是金鼎電池型的人 我是就是都可以 就是精神都很好這樣子 但是就是有一段時間 我開始變了一個人 常常覺得很想睡覺 就是我懷孕的時候 但是你知道我那個睡覺 伴隨著是當我醒的時候 然後就覺得 懷孕的初期我還是在工作 那以前我是那種很淺眠的人 可能一個震動 我就立刻會跳起來這種 如果真的很累 可是那段時間就是 我可能比如說 我今天已經來這邊錄影 到樓下小蜜一下 我是通告一直打電話給我 我都叫不醒 然後最後開天窗的 這麼嚴重的狀況 然後後來我曾經有過一次 我記得那時候是錄影 然後錄影完 我就想說好累喔睡一下 結果當我醒來的時候 看到我有兩百多通的 來電位階 就是全世界都在找我 那時候已經過凌晨一兩點了 就是我可以睡這麼久 副產科醫生就跟我說 就檢查嘛 原來我有 所以他說我的試睡 其實還有這些症狀 什麼很喘啊 呼吸不到空氣啊 就是跟高血壓有關係 然後我就真的是那段時間 很奇怪的是 我才五個月 懷孕五個月 我每天都覺得 我要生了 我快生了 我要早產了 就是常常都有這樣的感覺 可是很奇怪 這個妊娠高血壓 當我卸貨完了之後 我就恢復正常了耶 就再也沒有 就恢復到就是很有精神的狀態 媽媽好偉大 對啊 都會經歷很多不同的狀況 一般人 大部分人睡太長 其實都一定會影響到 晚上睡覺 像我之前去訪師 一個伯伯 她是一個退休的老師 其實她本身有三高 所以其實那時候我跟她講一些 飲食方面的一些介入的時候 其實她蠻有Sense 大概都知道 執行度也蠻高的 只是有一些 一些小小的一些 需要修正 所以其實她的遵循度 是很好的 結果看完她之後 大概隔了兩三個禮拜 我們要打電話 便訪再做一個追蹤 結果那伯伯說 有啊 營養師你說的其實我做起來 都覺得還蠻容易的 也都還OK 但是有一個問題 想要跟你詢問一下 我最近血壓比較不穩 伯伯那你最近 有沒有比較常外食 或者吃一些什麼特別的東西 她說其實也沒有啊 你說的其實我都有在注意啊等等 所以其實我們後來就聊了蠻久 抽絲剝繭發現說 她以前午覺 她是因為老師 以前不知道是不是在學校 老師都有午休時間 所以其實她 從年輕她就有睡午覺的習慣 可是大概都是 維持大概半個小時左右 但是因為最近天氣比較冷 然後她就覺得 天氣比較舒服一點 所以她就會睡睡睡 一睡她就會睡 有時候會到一個半小時 然後一旦睡一個半小時 她當天晚上她就睡不太早 其實就是像剛剛講的 就是惡性循環 下午睡太久晚上睡不著 然後我就跟別人說 有可能是這個原因 不然你就試試看 開始你睡午覺訂鬧鐘 就是訂鬧鐘把你自己叫起來 就維持至少 不要超過四十分鐘 就半個小時到四十分鐘以內 就這樣子的一個習慣 就過了三個禮拜 我再打給她 血壓有慢慢在調整 所以其實我們仿視 遇過太多老人家 其實血壓會不穩 都是因為晚上睡不好 那晚上睡不好原因很多 包括我們剛剛講的 可能睡午覺睡太久 情緒 藥物等等 所以其實夜間的睡眠 對於血壓的穩定 其實有很直接的關聯性 沒錯 真的 原來五歲影響那麼大 我們來看看 現在討論這次 維生素C抗氧化 但一天超過幾毫克 就容易節食 還是170 沒有吧 你沒有在算好客的吧 就是我覺得千吧 三千 因為一定不就一千嗎 我就是要維持我的好體力 所以我其實每天早上 我都會吃很多健康食品 包括維他命B C 然後或者是葉黃素 或者是魚油 綜合維他命 大概是這幾樣 就每天大概固定都會吃這幾樣 然後我就發現 我真的精神很好 可是你知道我每天晚上八點多 我其實就準備上床睡覺 我覺得我的精神好 會不會是這些健康食品 讓我預知我的體力 接著你是要來問醫生 然後再加上呢 你知道我吃這些健康食品的時候 我配的不是水 我配的是維他命C的發泡錠 就是那個一千的嘛 常常我們前一陣子 常常都會說 芳瑜 你回去可能要快篩一下 因為今天我們一起錄你的誰誰誰 確診了 所以我就是為了預防這樣的狀況 因為我們出來要接觸很多人嘛 所以我回去每次錄完影回家 我就會泡很濃的C 所以包括我前面那些固定的 我又會呢 一片C 用半杯水來泡 泡很濃濃濃的 好奢侈 沒有 沒有 我就會覺得 好像這樣子 我告訴大家 安慰劑 我是天選之人 高濃度 因為我到現在都沒有確診 會不會是這樣子 高濃度跟水量多少 沒有關係吧 其實跟主管育 都是以下都是吃下去 對啊 而且因為我就會覺得 我喝這麼多 我就不會有節食的狀況 因為你會發現你上廁所 都黃黃的 都如果多的就尿出來 這有什麼會節食呢 其實我們先講一下 維他命C的劑量 因為其實很多那種單方 比如說維生素A 維生素B這種劑量 其實一般來說 廠商做的 大概都會一顆 就是一天的建議量 但是維他命C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 它是水溶性的 然後可能也會過量的補充 所以你會發現 坊間有100毫克的 300毫克的 500毫克 甚至一公克的 就是各式各樣 不同的劑量都會有 所以其實觀眾朋友 還是提醒一下 就是你家裡有維他命C 你還是看一下劑量 看一下劑量 這一顆是多少 那一般來說 其實衛福部建議我們成人 一天吃的 攝取的維生素C 是100毫克到2000毫克 所以建議量就是 不要超過2000毫克 你超過了 你超過了 對 會怎麼樣 你3000啊 好不好 而且基本上其實我們 身體很好玩 我們身體其實非常聰明 當你攝取的保健食品 越多的時候 其實身體會自動調節 你攝取的越多 它吸收的越差 其實一般來說 如果你攝取的量 是落在100到200毫克的話 它的吸收率是最好的 一旦是越來越高 吸收率越來越差 研究發現 如果你攝取1000毫克的話 你的吸收率只剩下50% 只剩下50% 所以越來越低減 所以其實還是要跟大家講 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 維生素C 維生素B群 是水溶性的 反正我們多吃 沒關係嘛 就從尿易排除 但是說實在 你還是增加腎臟的負擔 因為腎臟還是要幫你去排除 這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 還是以固定的一個建議量 來攝取會是比較好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你這些營養品 其實長時間過量的攝取 身體也會反撲 我之前遇到一個案例 它就是本身有 就是過敏的人非常多 他同事也有蕁麻疹 就跟他講說 我有蕁麻疹 但是我現在好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就是每天吃大劑量的維生素C 他一天吃到八公克 所以就是建議量頂標的四倍 他就說他就是這樣吃好的 所以就建議 然後他也說 反正維生素C水溶性的 我們就吃了 反正尿易就排掉 然後他就照這樣吃 就吃吃他也覺得 好像沒有什麼感覺 而且他說那個 因為他吃的是一顆 是一公克的 所以那個很大一顆 大概就跟我們一般吃那個魚油 差不多一樣大 他一天要吞六到八顆 他覺得 吞那個就覺得很痛苦 然後所以他吃了一陣子之後覺得 吃起來很痛苦 然後又覺得好像對他的蕁麻疹 沒什麼效 他就停了 就停了之後 他就開始出現 然後開始出現牙醫出血的情況 然後他就問我說 怎麼會這樣子 他怎麼平常好好的 怎麼會忽然出現這種情況 那你就是出現了 就是當我們身體長時間 處於泡在這個維生素C裡面的情況下 一下子抽掉了 完全沒有了 身體就會覺得 你是缺乏的狀態 即使你吃的量 可能已經有達到 我們剛剛講 100到2000毫克 這中間是建議量 但是因為你長時間 這麼大量的給它 忽然沒有了 或忽然減少很多 身體就會覺得是缺乏 就會出現像我們剛剛講的 維生素缺乏 包括牙齦出血 指甲容易斷裂 或者是頭髮容易落髮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你要挺可以 但是你要慢慢挺 你不會說從8毫克 馬上變成1毫克 或沒有吃 你可能從8毫克 8公克 7公克 6公克 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慢慢慢慢降 這樣子你身體慢慢去適應 才比較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所以其實還是提醒大家 水溶性的生食行為 一般來說比較不會造成 立即性的中毒 但是如果你長時間 大計量吃 要開始做一些調整的時候 時間還是要慢慢來 現在新冠肺炎以來 真的是聽到蠻多病人 都會去補充維他命C這樣 那我們現在有一個病人的話 他是本來就有 胃食道逆流的症狀 然後他這次在回診的時候 又說他有 就是有灰修心 就是胸口這邊有灼熱感 然後喉嚨有異物感 然後腹部會疼痛 那幫他做了很多其他的檢查 就看見說 其實他並沒有什麼甲狀腺 或心肥方面的問題 就問說他會不會又是 胃食道逆流復發 然後結果他就說 他覺得不太可能 因為自從他上次胃食道逆流以後 就有乖乖聽醫師的建議 高油脂的食物都沒有碰 然後也不淹不久 然後本來說他腹部比較肥胖 可能會壓到他的胃 然後導致胃酸逆流 現在他體重的下降了 他就想說他這麼保養了 那會不會是因為他家裡有考生 所以他自己跟著的壓力很大 然後我就問說那你有沒有去吃到 什麼樣的藥物 或者是保健食品 他說那些會三味的消炎藥 那些他都沒有碰 但是他就是吃了很多的維他命C 因為他聽說維他命C 高劑量的可以對那個 新冠肺炎的時程可以縮短 維他命C其實很好吃又甜甜的 他每次吃可能兩三顆兩三顆吃 一天可能超八顆十顆都有這樣子 那我就看他那個維他命C 一顆就是五百毫克的 所以如果他吃八顆那就是四千 那就是上升了兩倍 所以後來就跟他講說 雖然維生素C其實是有研究說 因為他有抗氧化的效果 所以不只是對肺炎感冒這些有幫助 對於胃食道逆流 其實有些也說有保護因子 但是如果說他吃太大量的話 因為他畢竟是酸性的食物 所以也有研究說 他會導致我們 那本來就已經有 胃食道逆流的症狀 就會變得更嚴重 所以就建議說 他是不是先暫時少吃一點 或先不要吃 他就停了大概三四天左右 他那個胃食道逆流的症狀 就都改善了 我們家條件比較沒有他們家 我們就是 其實就是有時候就是 覺得身體有點好像怪怪的 是不是快感冒了 然後我們就拿八泡釘出來泡 而且我們家也不會泡那麼濃 我們就是五百CC泡一大杯 我跟我老婆也喝一半這樣子 要喝一半 好節省 對 好節省 對 但是因為現在呢 很多保健食品都太多了 有時候廠商也會給我們吃 所以就會覺得說 那今天吃什麼好呢 就還要在那邊猶豫 一下子又有薑黃 一下子又有什麼牛樟汁 一下子又有什麼 魚油 對 然後後來我還是變成就是說 我平均就是 一天會吃一次的 綜合維他命就好了 對 那如果是維他命C的話 就是偶爾喝一下 偶爾再補充 就是你比較疲累 或是 之類的 對 或是長時間的工作 要補充一下維他命C這樣 對 大概就是這樣而已 像剛剛各位來賓還有醫師們 提到的都是 他們補充的維生素C 都是定狀的 不發泡定 對 那我遇過一個比較特別的患者 就是他應該 他是不想要補充定狀 所以他炸檸檬原汁 然後他每一天 喝三大杯的檸檬原汁 原汁 對 直接喝我 所以他去找你了 你就知道他家裡條件有多 條件真好 然後他來的時候 他的主術的訴求是 他說他牙齒很能幹 然後後來來看的時候 他全部的牙齒上面 都有一些小凹洞 他很多牙齒上面都是 有凹陷的部分 然後磨耗得非常嚴重 法郎姿有些甚至幾乎都快不見 我們只要看到那個深黃色的部分露出來 那是第二層的象牙齒 對 所以那個地方 因為上面有很多牙本質消灌 所以他接觸到冷的東西的時候 他會產生一個敏感的現象 那後來我就經過問診之後 我就跟這個先生講說 你家裡條件很好我知道 但是你盡量喝完檸檬原汁之後 我們建議用清水去塑膠 馬上塑膠 對 因為你不能讓這種酸性的東西 停留在你髮狼子上面太久 它會造成我們髮狼子的破壞 而且是無法修復的 所以後來就有從一些清潔的建議 還有飲食的建議去改善 然後搭配使用含浮牙膏 因為浮這個東西 它是有幫助我們的髮狼子 再礦化的效果 所以後來它的敏感現象也下降 那有一些真的太嚴重的 髮狼子整個缺損掉 我們只能夠用牙罐來修補 就是用全磁牙罐把它套住 它才不會有冷熱的刺激 所以它為了養生 結果它花了更多的錢 那我自己是一個二十多歲的一個男性 算是那種我們一般在韓劇看的那種花美 皮膚飆 秀秀氣氣的這樣 那我說他來要看什麼問題 他最主要一開始他就說他 常常會覺得肚子痛腳痛 他又就是說他好像左下腹右下腹會痛 你給他驗個尿液好了 結果驗出來裡面竟然有那個結石的那種狀況 後來再去請他做那個泌尿科做腎臟超音波 兩邊腎臟其實都有結石 有些人真的很特別注意自己的外型 他像他也聽說維他命C可以美白 所以他可能跟方宇一樣 他維他命C他其實不喝一般的水 他就是他要喝水他會丟維他命C下去 然後就這樣子喝這樣子 然後其實每天你就可以想像他的量有多大 那其實在醫學上有顯示就是說 當你有過量服用維生素C的時候 其實會增加腎結石的一個風險 然後另外一個也會造成 像剛才其他醫師有舉的消化道的症狀 包括胃痛 包括有的人是以腹蟹來表現 甚至有的人會反過來便祕 就這樣吃好吃壞 所以有些腸躁症的病人 我們臨床上是看到 是某些健康食品服用過量造成 也曾經遇過 所以在那邊那科醫師一下子吃紫蟹 一下子吃軟便 結果搞到後來只是因為維生素C 或者是其他的綜合維他命 補充過量的問題 所以家境太好還是要尋求專業的 建議不要自己瞎搞 真的 過之有不及都不好 你一開始已經講了對不對 好 我們最後討論的是 來的 其實像我 我沒有特別去計算我女兒 因為我已經忘記她 你女兒一下多大嗎 我女兒小一 其實我是擔心她長太高 因為她現在已經班上最高的 她一百三十公分 我想的例題 你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我老婆一百七十公分 跟我一樣 然後我們家的幼稚園的時候 她小班人家以為她是大班 對 然後她現在上小一 你知道我去安親班接她的時候 其他的同學下來 我都覺得這大概就是 她幼稚園的身高而已 就很小 然後我女兒就是一個 特別高大這樣子 然後我還反而擔心她長太快 對 我現在比較難 但很奇怪 很像父母親喔 長太快 也怕 對啊 你長不快也擔心 我就怕我兒子長不高 怕我女兒長太高 對啊 而且兒子還不怕喔 兒子高一點還不怕喔 就怕女兒太高 對 對不對 真的 我女兒現在中班107耶 還好 我女兒中班113 對啊 明白小孩子一定高啊 明白 小孩子一定高 我不擔心啦 我不擔心啦 因為我會覺得以前擔心 會怕說找對象找不到 明白妳多高啊 175啊 175多高 後來發覺到他們那個年代 現在也許都不婚了 所以我覺得還好嗎 別說的也在 什麼放棄的媽媽 是什麼心態 175還要像我老婆173啊 對不對 那我的孩子 我們也沒有擔心她 最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從小給她很多的愛 好了 但你剛剛講 是狗小平的那個數字下下大 對 我講 我從小我們給她很健康 常常帶她們出去跑 對 所以我女兒 小六大概就168了 超高 我老大173 小六 那我小兒子大概也有16幾 不要再講彭醫師要哭了 不會 我跟你講有些人羨慕 對啊 對不對 還可以算高跟鞋 我們正確答案 正確答案是什麼 一年不能超過 八公分 八公分 不會長太快了吧 真的 但其實這個是要看一下年紀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小朋友在不同的年紀 有一個平均要長高的速度 那在通常在一歲之前 會長最快 平均零歲到一歲 大概會長二十五公分左右 那接下來呢 長高速度會慢慢的變慢 那到了我們青春期之前 四到九歲的時候 平均一年會是長五到六公分 那接下來進入青春期之後 又會開始變快 平均一年是六到十四公分 是 那我們知道正常 小朋友的青春期 女生是從八歲到十三歲 男生九歲到十歲 都在合理的範圍內 所以如果你 七歲到九歲之間 一年長超過八公分 要小心 可能提早進入青春期 是喔 性太早的時候不好 沒錯沒錯 不過現在因為飲食 已經西化了 對 小孩子的性早的時候 很多了 對 沒錯 對不對 你都說的沒錯 對 像我在門診 就有遇到一個七歲的小妹妹 然後她那時候 爸爸媽媽帶她來的時候 就是 就是跟我說 她本來去年 在班上大概都是 坐中間的位置 然後這一年 不知道為什麼忽然長得很快 然後就坐到最後一排了 媽媽一開始還非常的開心 想說太好了 不用擔心升高的問題 結果後來妹妹就反映說 她胸部痛痛的 然後小朋友就是 我來幫她做檢查 就發現說 照了一個鼓鈴 發現她鼓鈴超前很多 那另外的話 做性荷爾蒙檢查 發現她確定就是 性早所的一個狀況 我們在看鼓鈴 最重要的就是 要看生長版的空間 讓大家看一下左邊 其實是看到一個 小小的縫隙 你說到縫隙是吧 對 右邊的話 可以看一下 黃色箭頭的部分 也是一樣 那個小縫隙已經閉合了 大家注意一下 那個縫隙是上面 你看有看到 上面有一二三塊 對 圈圈這邊有一二三塊 對 沒錯 就是直的位置 然後右邊的話 變成只有一二兩塊 因為前面兩塊已經閉合了 所以其實小朋友 到底可以長多久 看的不是人的年紀 是看骨頭的年紀 是 那如果我們說 生長版閉合 就是像右邊的那個狀況的話 即使現在譬如說 十二歲 生長版閉合就不能長了 要停止了 對 沒錯 就不能長高了 那有一些小朋友 可能譬如說 很多人都會聽到說 什麼男生十八歲還在長 還有空間就還可以長 所以究竟能不能長高 其實真的是要看我們就是生長版的空間 幾歲的小孩可以去趕快看一下 照一下古靈 對 有沒有 有沒有性早熟的東西 因為我朋友 她就是女兒那個 她就覺得她怎麼好像 整個都很早熟 她就帶她去照那個 古靈 對 就發現 她已經關閉了 幾歲 她才 因為她那個已經來了 已經來了 現在五六年級來了很多了 她就給她狂打那些什麼針 希望她不要不長高 因為她也才一百五十幾 她覺得她太矮 性早熟的定義其實是 女生八歲前男生 九歲前出現第二性症 那所以說 其實八九歲大概才三四年級 或四五歲 所以我通常會建議小朋友 如果擔心的話 七歲 女生七歲到八歲 男生八歲到九歲 所以擔心的話可以來照一下古靈 因為我們要調整身高這件事情 就像剛剛那個麗玲講的 我們如果生長板閉合的話 其實沒有什麼調整的空間 沒有空間 對 所以你如果 你趁你生長板 還有很多空間的時候 來找我們 比較好調整 那我帶我兒子去找你一下 那問一下 那為什麼 為什麼像普遍的 女孩子的性都比較早熟 目前的話當然性早熟 會分成兩個原因 一個就是病理性的 就是什麼腦袋有長什麼腫瘤 是 那是另外一個 另外 對 那但是以目前來說 我們過去二十年以來 全世界的青春期 大概都提早了至少一年 那原因就像剛剛 第一個那個 乃哥講的飲食西化 因為肥胖比較容易造成性早熟 對 所以如果你很胖的話 那你就很容易性早熟 那再來 尤其是女生 是就是危險因子這樣子 那第二個的話叫做 環境荷爾蒙 環境荷爾蒙就是包括了像我們 什麼熱燙不要裝在塑膠袋裡面 塑化器這些東西 那另外還有一些 大家要特別注意到的 就是像精油類的 或者是前陣子有一個很有名的新聞 不知道媽媽有沒有聽過 擦了那個 激素的乳液 然後性早熟的 我們診就有一個 一歲半的奶奶擦了那個 內排的乳液 月經來七天 一歲半 一歲半來月經 對 一歲半 一歲半 然後像一歲半來月經 大家都會很害怕 想說是不是哪裡長了什麼東西 然後後來發現 做所有的檢查都沒有事情 那主要就是 擦雌激素的乳液 因為雌激素的乳液 還是會經過皮膚吸收 那尤其是小朋友 你通常會去擦到那種乳液 一般來說都是 異味性皮膚炎等等之類的 所以媽媽可能一天 會擦個兩三次 要怎麼樣有什麼 盡量不要讓小孩吃什麼 其實我也要分享一個例子 是我朋友跟我分享 他就是門診醫師 他遇過就是一個貴婦 也是家裡環境比較好 貴婦帶自己的兒子來 也是去 就是有一些問題 就是他兒子八九歲的時候 他就發現說 他只有獨生子 所以他就發現說 他兒子怎麼會開始喜歡 穿他的高跟鞋 喜歡擦他的化妝品 扣紅 然後一開始覺得 可能小朋友小 對這個東西好奇 就發現說 狀況越來越嚴重 然後後來就帶 先去看戴嘉義科 然後嘉義科 就聽到他這個狀況 就幫他抽一些荷爾蒙 就發現說他的這個性荷爾蒙 極度的失衡 後來就問問就發現 就是像剛剛講的 精油 家裡每個房間 都有不同的精油 香氛 蠟燭 因為媽媽本身很愛漂亮 噴香水 用的乳液什麼 到處 整個家裡都是香噴噴的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有可能是這個 這個影響到他的一個 荷爾蒙的失調 然後後來媽媽就 她就直接搬家 她就直接帶他 就全家人 就直接搬到另外一個房 就沒有這些東西消去 真的 她就覺得醬是最快的 因為她覺得 那個味道也不可能 短時間消掉 她就直接搬家 然後大概過六個月再回診 真的就正常了 是喔 真的就 所以你就知道環境荷爾蒙 不論是像剛剛醫師講的 擦的 聞的 吸的 洗的 甚至洗的 其實大人可能 反正已經污染夠久 也沒擦了 但是我覺得家裡面 有小孩子的話 搶baby這些 真的還是盡量少 盡量避免 家裡如果沒有第二棟房子 盡量少用一點 那還是麻煩的 因為我就是真的是 我的小孩 他現在四歲半一個男生 那當時他就是從出生 他的那個 因為你知道都會 嬰兒都會開始測那個 有那個生長指數 就會跟你講 他是從五十幾 然後到六十幾 可能一歲變六十幾 兩歲變七十幾 到最後三歲多的時候 他變九十五 九十五是什麼意思 就是 像比如說去幼稚園 拍照 然後阿嬤看到那個照片 都說 我聽到這三個字 我就真的覺得 我不要到當 但你先生多高呢 我先生大概17出頭 172 可是他 我就覺得太扯 所以三歲半的時候 我就花大錢 帶他去看生長門診 先跟大家講一下 生長門診有多貴呢 看你這包包 那是要自費的 要三千塊 掛號就要三千 真的是 家裡條件很辣 然後你知道呢 看 真的是 我因為 這三個字 我帶他去看了生長門診 看了 看不看還好 看了呢 出那個門 我真的快哭了 因為生長門診 他會幫你到那個古林 就會預估 他會預估這個小朋友 三歲半的小朋友 他就可以預估他可以長到幾公分 其實三歲有一點點太早了 因為我們在古林 我們說剛剛說 生長板閉合的時間 男生大概古林16歲 女生古林14歲左右會差 就是差不多閉合 那所以三歲到16歲或14歲 其實時間還差滿多 還遠 他說醫生有幫他預估 但是我就預估了 你說三歲就可以預估 你知道預估他可以長到幾公分嗎 158 對 你怎麼知道 他打字報有寫 他這麼沒寫 158 到底真的 會擔心的身高 大概也猜得出來 男生158 男生 真的是四顆子 三千塊掛號費不是重點 我就開始花大錢 讓他去上各式各樣的戶外活動課 我說足球課 我就讓他去上各式各樣的戶外活動課 多曬太陽 因為他本來的個性就是比較宅男 個性只想待在家裡 我就讓他走出戶外 然後讓他去接觸 發現最近 因為他現在上中班了 然後我就覺得 大家最近看到他都說他長高了 他本來就該長高 他本來就該長高 但是還是到158 不要 不要再想他 其實救我 其實不要太擔心 其實不要太擔心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剛剛說到 那個生長滿症的閉合還有十年 所以接下來其實每年多累積一公分 股身高就會往上漲 所以現在其實應該很重要的是 每半年就要兩次升高 確定升高有沒有走在我們的目標上 那假設小小朋友現在是三歲 四歲多對不對 四歲多 我們說四歲到九歲 假如說好了 一個人長五公分 一個人長六公分 四歲到九歲 每年差一公分 五年就差五公分 所以我們從現在就要開始趕 怎麼趕 四歲到九歲 目標一年六公分 半年要三公分 那半年三公分 回家可以做什麼事情 如果可以的話 小朋友第一個晚上十點前睡 因為我們生長激素 分身裡會分泌一個生長激素 晚上十點到半夜兩點分泌的最多 所以早睡十點前睡 睡滿八到十小時 這個是第一個 自己幫自己長高的方法 第二個的話就是運動 運動有兩個好處可以幫忙長高 一個是有跳這個動作 就可以幫忙骨頭長長得比較快 第二是運動大概十五到三十分鐘以上 剛剛講的生長激素比較 血糖比較偏低的時候 會刺激生長激素分泌 所以我們運動有這兩個好處 那所有的運動當中 成效長高成效最好的就是 所以年紀比較大一點的小朋友 我都會建議他一天跳一千下 一千下 對 但是要就是希望他們是以 就是不要運動傷害為主 所以你可能先從一百下兩百下 慢慢開始練 然後穿球鞋拿繩子在硬地板上跳 就是避免運動傷害 那你今天就可以去團購那個黃金跳繩 對 黃金跳繩 你家鏡比較好可以嗎 對 其實我覺得 無論你長多高多愛 最重要要健康 因為不健康 沒有辦法回到一個長軌 其實對你就是不好 那我自己的案例是 一個媽媽她帶著兩個女孩子進來 那一個比較風雲一點 然後長得高高的 這個應該是姐姐 一個小小 稍微小一點 小一點就看起來很正常的體型 那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妹妹 結果不是 那個比較正常體型的那個女孩子 是12歲 那個胖胖高高的 那個是妹妹 反而是10歲而已 9歲多還沒10歲 但是比較高 比較風雲 但是乳房也出來 那大家要知道說 肥胖這件事情 除了讓你就是說 會第二性徵會提早發育以外 其實不要以為說 反正她有正軌發育 她就會走向正常的方向 因為當你處於一個肥胖的狀況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跟 尤其在第二性徵要很完整發育的過程當中 常常會 女生變男生 男生變女生 或者是女生呢 她的外生殖器的部分 會長得非常非常 有一點男性化的那種象徵 所以後來呢 這個女孩子呢 我們就是跟她說 一方面會診小兒科 一方面也給她運動飲食的一個 就是這種所謂減重的一個處方 因為她算起來BMI值其實已經到32 後來呢 大概在半年前把她回診 那也是追蹤乳房的狀況 因為她媽媽有乳癌的病死 所以後來呢 就是現在她已經變成一個很纖細 聽聽聽聽聽聽 大概166公分 對 所以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個女孩子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當初你趕快把她提早的正常介入的時候 反而讓她的人生可以回到一個 很正軌很健康的一個路上 我先幫大家那個複習一下好不好 五歲不要超過一個小時 牙刷三個月就要換一次 那如果三個月內就爆了 也請換一下 好不好 然後如果生長這個成長有問題 請去找陳醫師 漂亮 讓孩子多運動 都往戶外跑 好不好 這個過之或不齊都不好 對 我們要掌握一個健康數字 健康人生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 看我們為什麼就會連載後 就是我們更在背後 retirement 訂閱 看看 甚至